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百合 感谢关注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 华为老总任正非的一篇文章 我的父亲母亲,一起来听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 我总算良心发现 在公务结束之后 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 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 我知道,一打电话 她一下午都会忙我 不管多晚到达 都会给我做一些 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 直到飞机起飞 我才告诉她 让她不要告诉别人 不要车来接 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 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每年我也去看看妈妈 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 说这个客户很重要 要拜见一下 那个客户很重要 要陪他们吃顿饭 忙来忙去 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 与父母匆匆告别 妈妈看着飞机时回家 妈妈看着飞机时回家 我看着飞机时回家 却一次又一次的落空 一个普通的早上 妈妈从菜市场出来 提着两小包菜 被汽车撞成重伤 我身在伊朗 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 在巴林转机要待6.5个小时 真是心如煎熬 又与巴林雷雨 飞机延误两个小时 到曼谷时又晚了十分钟 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 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 就知道妈妈不行了 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 当时的心跳 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 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 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 我看见妈妈 一声不响的 安详的躺在病床上 不用操劳 烦心 好像她一生 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 没有在伊朗 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因为以前 不管我在国内 国外给她打电话时 她都唠叨 你又出差了 飞飞 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了 飞飞 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 飞飞 你走路还不如我呢 你这么年纪轻轻 就这么多病 飞飞 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 坏得更快呢 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 伊朗条件这么差 我一打电话 妈妈又唠叨 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 就没有打 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如果我真打了 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 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这种悔恨的心情 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 妈妈刻然去世 1995年 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一个小摊上 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 喝后拉肚子 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人魔训 尽职尽责一生 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 妈妈承远州 是一个陪伴父亲 在贫困山区 与穷孩子私混了一生的 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园定 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 随解放军剿匪部队 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 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 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 他培养的学生 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 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威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 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 加上父母共九人 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 毫无其他来源 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 儿女一天天在长大 衣服一天天在变短 而且都要读书 开支很大 每个学期 每人要交二到三元的学费 到交费时 妈妈每次都发愁 我经常看到 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 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 我没有穿过衬衣 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 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 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 我不敢 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我上大学时 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 我真想哭 因为我有衬衣了 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我家当时是二到三人 和用一条被盖 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 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 我要拿走一条被子 就更困难了 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 莲花票管制 最少的一年 每人只发0.5米布票 没有被单 妈妈捡了毕业学生 丢弃的几床破被单 缝缝补补 洗干净 这条被单 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 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 每餐时行严格分饭制 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 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 如果不是这样 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 活不到今天 我真正能理解 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 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 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用米糠和菜货一下 烙着吃 被父亲碰上几次 他心疼了 其实那时我家穷得 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 粮食是用瓦缸装着 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 妈妈经常在早上 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 要我安心复习功课 我能考上大学 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如果不是这样 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 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 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这个小小的玉米饼 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 抠出来的 我无以报答他们 记住 知识就是力量 别人不学 你要学 不要随大流 以后有能力 要帮助弟妹 背负着这种重托 我在当时的环境下 将樊尹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 从头到尾做了两遍 学习了逻辑 哲学 孩子学了三门外语 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中英 我不是语言天才 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 二十多年荒废 完全忘光了 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 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 泥里水里 冰冷潮湿 他更需要鞋子 现在回忆起来 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 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 每一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 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 千声万声呼唤你们 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 活着的还要前行